欢迎见日聊真相 莫长寻常说古今 大家好 本期我们来聊聊 古人封侯之后的权力有多大 说古到今 这皇帝是人人想当 除了皇帝 其实当个侯爷也挺不错的 侯是个爵位 是从第一代帝王时期就开始了 那时候是商朝 商朝是部落统领 从善让制到世袭制的开始 也是名义上有最高统领人的开始 这世袭制呢 就是这个最高统领 只能从一个家族里选出 自然这个家族就要求有特权了 说到底这帝王的位子上 也只能坐一个人 剩下的兄弟们眼缠怎么问 这就是侯爵分封的开始 在上周时期 侯爵主要是皇家自己人的东西 别人是没有份的 也就是说 只有和坐在最高位子上的人一个姓氏 封侯才有可能 到了后来 渐渐的别的姓氏也能被封侯了 据说是从汉朝开始的 不管怎么说吧 这也是统治阶级统治的一种政治方式 除了地位上的超然外 这侯爷的特权也是不少的 比如在古代的富顺 这和侯爷是没有关系的 好多侯爷都在私下里还有不少土地 这些土地不是官方给的 完全是他们个人的纯收入 想想看 会有多少人为了少交点税 投到这些侯爷家里 除了税收 侯爷还可以光明正大的娶很多老婆 这老婆多了 自然后代也多了 人多在古代也是实力的体现 而人多了在古代家族的统治下 这个家族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 力量越大 自然权力会越来越大 再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侯爷的位子可是能传给后代的 官方盖章认可 封侯之后 只要这个王朝不灭 后代子孙都有侯爷 这对一个家族可是很重要的事 除了这些特权 侯爷可没有皇帝要操心全国那些事的麻烦 对很多现代人来说 只享受不管事才是最好的 这侯爷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 想要对我们说的 可以给我们私信 或者在下方评论 您的兴趣就有可能成为下期的节目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